泰国近日持续高温天气 截至21号 全泰国平均气温和居民用电量 均畅下新高的记录 离辅气温达到56年来的最高42.4度 而全国用电量则达到27,139MW 据泰国电力机构报告 21号下午2点13分 泰国全国用电量创下了历史新高点的 27,139MW 高于本月7号的27,056.8MW 同时打破了2014年的26,942.1MW的记录 泰国能源部官员表示 21号全国气温平均为38.3摄氏度 而且根据气象厅推测 炎热气温会持续升高 所以用电量也会同步增加 但能源部希望民众能够积极配合节约能源 空调温度应维持在25度以上 空调温度每上调一度可以省电10% 另外泰国电力机构也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确保电力不会中断